今天的EQ个股推介是海峰国际1308 选择原因是上海逐步复工复产 货量有望迎来回补 后续运价有望回升 上海市近日公布 上海港货柜单日输送量 达到119,000个标准货 恢复到正常的九成 天丰证券说 乘运货量有望恢复 运价企运回升 作为运费指标的中国出口货 贵运价指数 5月20日指数按升期升了1.5% 运费上升对航运股有正面支持 股份留意海峰国际 海峰今年第一季业绩很过预期 收入按年上升6.5% 当中集装商航运物流业务 收入按年上升6.6% 10亿3千万美元 干盏货和其他业务收入 按年温和增长6.5% 620万美元 全年计随着海复工复产 以及较高合约收费 海峰全年盈利确定性较高 集团早前预测 今年合约收费预料平均按年上升40%至50% 集团今年计划接收23艘船 令到自有船队扩大34% 并计划利用新建船隻进一步 扩展服务 船破规模强劲的海峰较有能力抵消船租上涨的影响 亦有助營運效率 以及在毛利率达到最大化 形成较强成本优势 提升毛利率表现 综合恒博预测 海峰2022年盈利将会延续升势 预料按年增长4.8%至17.2千万美元 海峰昨天收报28.6% 逆市升了3.4% 形态上呈三角形突破 策略上有货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可以用三月份高位33.35%作为目标 未有货投资者建议在26元以下吸纳 直博率较高 跌穿23.8%应该减持 主要大行给予海峰的目标价平均是46元 潜在升幅达到6.1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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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虑